猪八戒总共糟蹋了多少女子 一位女仙 两个凡人 七只女妖 提及猪八戒 很多读者都能娓娓道来 作为西游记里的人物角色 猪八戒可谓是举足轻重 他本是玉帝身边的天鹏元帅 却因为犯了流氓罪被贬凡间 沦为一头吃人的猪妖 随着如来开启了西天取经大宴 猪八戒也在观音的招安之下大应入伙 可当唐僧 孙悟空路过弗林山的时候 猪八戒已经跑到高老庄 当了高太公的上门女婿 在孙悟空的降妖伏魔之下 猪八戒只得做了唐僧的徒弟 继而告别了高翠兰 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 然而猪八戒依旧色心未敏 在四圣世禅心里 猪八戒被离山老母变成俏寡妇选中 准备迎娶真正爱爱连连三位美少女 八戒哪里知道 这三位美少女乃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所辩 为的就是试探一下取经众人有无烦心 结果唯独猪八戒春心大动 经受不住诱惑 最后被吊在树上挂了整整一夜 吃了不少苦头 可八戒依旧保持真性情 在后续的取经路上仍是色心大动 不愧是英雄本色 纵观猪八戒在西游世界里的举动 他总共糟蹋了多少女子 一位女仙 嫦娥仙子 那时猪八戒身为天庭的天鹏元帅 手握八万水兵 当真是位高权重 然而八戒却在某届盘盛会上 喝得鸣鼎大醉继而得意忘形 八戒忘了天庭弹琴色变 也忘了玉帝对男欢女爱深恶痛绝 竟一六言跑到广寒宫 对嫦娥仙子动手动脚 玉帝得知此事雷霆震怒 他亲自操起大锤 砸得猪八戒皮开肉绽 要不是太白金星冒死那件 猪八戒早就伸手一触 也正是因为调戏了嫦娥仙子 八戒这才被贬下凡 两位凡人 高翠兰和裴侍 猪八戒和高翠兰的故事 读者们早已耳熟能详 八戒当年施展三十六遍 变成了一个阳光大男孩 后开了高太公的大门 从而成了高家的上门女婿 然而路遥之玛丽日久见人心 猪八戒最终原形毕露 不但现出了猪妖的原形 还强行霸占了高翠兰三年之久 除了高翠兰之外 八戒还有一个罪行 即坑蒙拐骗 毁掉了一位少女的清白之身 原来《西游记》 并非吴承恩的原创作品 而是他通过 杨景贤的西游杂剧改变而来的 在杨景贤的西游杂剧里 有一个痴情女子 换作裴海棠 裴海棠本和朱家公子订婚 和天有不色风云 朱家逐渐衰败 裴老头子就不愿将裴海棠 嫁给朱家公子 裴海棠却深爱朱公子 每天虔诚地祈祷 希望朱公子来看他 来疼他 一天深夜 朱家公子突然登门造访 裴海棠认为 是自己感动了上天 热泪盈眶之下 和朱公子有了男女之情 裴海棠哪里知道 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并不是朱公子 而是一头猪妖 原来 朱八剑暗中听到了 裴海棠的祈祷 于是 眼珠子一转 当即变成了朱公子的模样 骗走了海棠的真操 后来二郎神带着笑天犬 击败了朱八剑 救出了裴海棠 不过 以上这一个故事 却被吴承恩 在自己的西游记里 删除殆尽 因此 大部分读者 都会对裴海棠 这个人物角色 孤露寡闻 七只女妖 七只蜘蛛精 古人说得好 本性难移 尽管朱八戒 因为调戏嫦娥 遭死大劫 也在取经路上 遭遇了四胜事缠心的试探 然而朱八戒 依旧我行我素 在路过 卓构泉的时候 有蜡手催花之举 那时 八戒听闻 卓构泉里 有七个女妖 在洗澡 这呆子 当即一路飞奔 以一个迅雷 不及掩耳之士 赶到了案发第一现场 八戒定睛 往着垢泉里一瞧 果真有七个 腹白貌美的女妖 赤条条地 在泉水里洗澡 八戒急忙念动咒语 变成了一头大黑鱼 这条大黑鱼 游液在水里 不断在七只蜘蛛精 之间穿梭 最终盘的七只蜘蛛精 气喘吁吁 神情倦怠 此后的剧情 峰回路转 七只蜘蛛精 被孙悟空挥舞金箍棒 尽数打死 随着蜘蛛精的惨死 八戒认为 自己的所作所为 无人知晓 七只如来佛祖的慧眼 洞悉三界万事万物 在雷音寺 给唐僧等人封赏之时 孙悟空成了斗战圣佛 朱八戒却没有成佛 反而被如来 封为了净坛使者 朱八戒当场跳起来 冲撞了如来 质问如来为何封他 做什么净坛使者 如来微微一笑 说了色心未敏四个字 八戒自知理亏 也担心如来当着众人之面 细说色心未敏的细节 只能闭上嘴巴 再也不敢顶撞佛祖了